比出救国团特有的拍照手势 主任葛永光和今年得到青年奖章的得奖人 开心合影 恭喜他们的成就得到肯定 青年奖章从45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选出了800多位 你看包括现在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桃园市长张善正 以及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 都是青年奖章的得主 不管将来救国团转型 方向是往哪里发展 青年工作一直会是我们的 核心的理念跟目标 担任成大电机系教授的林家祥 在日本千业经营台式咖啡厅的陈姿林 还有今年还在念阳明交大 百川学士学程一年级的李婉轩 11位得奖者在各自的领域表现突出 也希望能为社会做更多事 如果单纯就消防局来讲的话 他要出的力真的有限 我们多做一点事情 各个局处比方说像卫生局 还有我们的友军台大运营分院 都愿意多承担一些责任 那就让我们这样的机制可以顺利去运行 所以有蛮多的感动 是真的很多的感动 救国团主任一一为受奖者挂上奖牌 一起在活动看板上撒上亮粉 青年奖章的得奖人除了分享过去种种的心路历程 也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 让自己的努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记得有保证王树敏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